MaiMaiCooking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MaiMaiCooking的時間 宵夜吃公仔麵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如果吃炒公仔麵的話 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 所以今天就決定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容易做而且很好吃的炒公仔麵 首先把豬頸肉加入蒜蓉 鹽 糖 魚露和胡椒粉醃15分鐘 之後就可以把公仔麵煮2分鐘 以及過冷河備用 然後就可以燒熱油鑊 把洋蔥炒香備用 然後就可以把豬頸肉炒至金黃色 之後就可以加入洋蔥去略炒 然後就可以加入公仔麵去略炒 然後就可以加入一包里錦記的回鍋肉醬 把它炒均勻 最後加入蔥 把它略炒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加入宵夜又多個選擇了 除了可以錄公仔麵之外 也可以做這個回鍋豬頸肉炒公仔麵 因為它也是非常簡單的 這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也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